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上个世纪80年代是日本地产的黄金年代,有人将这个年代的日本地产和现在的中国相提并论, 但日本地产的膨胀和泡沫更为夸张,也因此诞生了一位可以说前无古人也很难后有来者的超级富豪。 这位富豪有多豪呢?你别看今天中国富豪那么风光,在他面前都是小弟。 王健林巅峰时期的财富为242亿美元,但他的财富是王健林的六倍。 要知道,就算是今天的世界首富贝索斯,身价高达1500亿美元,也比不上他。 在巅峰时期,他拥有日本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,员工总数超过10万人,家族的总身价高达1650亿美元。 他就是90年代当之无愧的日本首富,世界首富,西武集团的掌门人,第一名。 第一名在日本商业的地位有多高呢? 日本金银之神松下信之柱曾说,第一名军是集创业与首业于一身的第二代,他身上所特有的帝王素质。 如果是在古代,他就是中国唐太宗那样的盛世名军,是中兴之祖。 索尼创始人圣田昭夫曾感叹,既生于何生亮,我的最大不幸就是我与第一名生于同代。 可这样一位有着帝王素质的地产大亨,却在近20年来销声匿迹,几乎都快要被人遗忘了。 就像当初辉煌的日本房地产一样,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,再也没能重新登上光鲜的舞台,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回味当年的荣光。 第一名的失败是时代性的,也是戏剧性的。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是全民一起堆起来的,而第一名也是被日本国民联手干掉的。 要了解这其中的缘由,我们要从他的发迹史开始说起。 自古以来就没有不仇富的人民,作为当时日本最有钱的人,第一名自然就成为了日本国民最痛恨的人。 而第一名的发家之道,更是他成为国民公敌最直接的理由。 他发家靠两件事,一是卖房,二是盖商场。 第一名是一位富二代,出生于一个地产世家。 他的父亲低康次郎是日本战后第一批爆发户,以至于后来没有按照日本传统把家业给长子继承,而是给了第一名。 1964年,低康次郎去世,29岁的第一名接过了西武集团掌门的位置,开始大展身手。 这个时候的日本房地产还没有迎来春天,日本政府正打算改革税制来抑制地价的上涨。 第一名通过内幕人员得到了这个消息,于是把资金从东京的地产行业撤出,进军了娱乐业,大赚了一笔,也向大家证明了自己接班人的能力。 从此以后,西武集团没有人不服他的经营能力。 但市场一直在变化,等到了80年代左右,日本的房地产行业开始突飞猛进。 这一次,第一名再次赌上了全部身家,他不仅把所有的钱都投入了楼市,还向银行借了一大笔钱,用于房地产开发。 顷刻间,一桩桩物业拔地而起,一波波热钱涌入楼市,第一名迎来了人生的巅峰。 他买下了日本六分之一的商业土地,整个集团拥有的财富估值高达1650亿美元。 那个时候的日本光是东京所有的地产估值,差不多都可以买下美国所有的地产了。 全世界都在惊叹着日本奇迹,从一个战后废墟变地的穷国,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 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,美国的许多学者都把赞美之词给予了日本,甚至喊出了日本第一的口号。 第一名不仅做住宅地产,还做商业地产,盖了许多大型商场,琳琅满目的商品,彻底释放了日本人的消费欲望。 几乎都是暴富的日本国民沉浸在消费主义的物欲之下,花明天的钱,花借来的钱,只为一夜的狂欢。 第一名就在一边盖楼,一边盖商场中创造着他的商业奇迹,但他没有预料到,泡沫的破灭几乎就在一瞬之间。 1990年,日本政府一个小小的举动,上调准备金利率,瞬间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被刺破了,作为最大的地产商,第一名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大。 他不仅失掉了巨额的财富,还瞬间成为日本国民最痛恨的人。 买不起房子的,好不容易买了房子,此刻还还不起贷款的。 借钱买房子,房价崩了,走投无路的,全部将火撒在了第一名身上。 大家都觉得,就是这样的奸商大量购买土地,炒高了楼价,一手创造出了世纪泡沫,害得大家往楼市这样的火坑里跳,毁了一代人的人生。 而早已习惯了消费主义的日本人,随着经济的发展停滞,消费能力大减,看着想买的商品买不起,也把火撒在了第一名的身上。 因此,日本开始流行起消费主义的反面,断舍离,食草足,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,什么都不买,什么也没欲望,不奋斗,不拼搏,就用最低的成本混吃等死。 日本社会因此成立了许多反第一名联盟,宣扬第一名的罪恶,他的许多负面新闻纷纷登上了头条。 比如第一名继承了父亲好色的性格,与偶像明星,美女秘书,酒店公关,甚至奥运选手都有过不正常的男女关系。 比如第一名对员工异常苛刻,见到有员工浪费米饭都大发雷霆。 比如第一名刚愎自用,宣扬宁用奴才不用人才等等。 但这些负面新闻都不足以让第一名彻底失败,毕竟他就算在这危机中损失了大量财富,身价还是有几十亿美元,还是一位超级富豪,可以为所欲为。 终于在2005年,日本的国民公敌第一名彻底栽了。 那一年,日本修改了证券法,第一名因为虚报母公司持股比例而被捕。 10月判入狱30个月,罚款500万日元。 其实,虚报母公司持股比例这样的做法,在过去的日本企业中很常见,有十分之一的日本上市公司后来都承认自己这么干过。 第一名对于这样的罪名很无奈,他说,我们40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,法律变了,怎么能让我们负责呢? 看着这位国民公敌入狱,日本人民开心的不行。 日本政府用这样的方式让第一名入狱,仿佛就是在顺应名义。 最大的房地产商倒台了,让日本人民沉浸在消费主义的大佬入狱了。 可是日本的房地产泡沫,全民的消费主义都让第一名一个人来负责,是不是有点冤枉? 就像许多国家的国民在面对高房价时都把责任推给贪婪的地产商,可如果地产泡沫破碎了,又该怪谁呢? 日本的80年代不是一两个地产大佬在炒房,而是全民在炒房。 炒一套房子就可以少奋斗20年,那谁不想来分一块蛋糕呢? 银行的钱那么好借,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可以贷款,拿别人的钱来炒房,傻子才不这么干呢? 日本的消费主义不是一两个商业大佬造成的,而是虚假繁荣之下,全民金钱观念的变化造成的。 那时候的日本人不仅在国内买买买,还非到世界各地买买买,人暴富之后就会陷入消费主义的现金里,用不断的购买来弥补之前的贫穷,社会的攀比风气又促进了购物的虚荣之风。 如果一定要为高房价和地产泡沫破灭的痛苦找到负责人,我想每个人都该被点名。 日本政府之所以宁愿经历经济停滞的阵痛,也要主动刺破泡沫,就是不愿看到让国民的人生被地产绑架。 好在今天的日本吸取了教训,炒房再也没有成为社会风气,国民的金钱观也开始归于理智。 日本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,资源、技术、工厂都不愿意卖给外国人,但房子却巴不得外国人来买。 尽管这些年因为东京奥运会的缘故,房产市场利好,但日本人还是很少会去碰房子,之前的失败真的是把他们搞怕了。 第一名可能也就是日本最后一位地产首富了吧。